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张婶 我等下就帮你收拾 我看欠收拾的是你 不是这边 小心点啊 对不起 对不起王二叔 你别跑 快点 你们这帮家伙 我要你们好看 你早啊 还不认输 还不一定谁输呢 我输你九十七次 不代表九十八次都一定输给你 我们八十次都已经输不了 接着 还要继续比吗 少废话 我们还没有打完呢 好 今天 我才让你输得好看 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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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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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去 就让你心不口服 你 快走 小范 你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 阿弥陀佛 你这孩子质敌有道 根骨也不错 资质可算极好 哪来的老和尚 小施主 刚刚只要认个书便是了 何必苦苦支撑 若非老那出手 你只怕一百百送了性命 小范 这老和尚孤立孤乖 我们走 快走 阿弥陀佛 小范 让你爹和你一块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我服慈悲 我服慈悲 阁下道法告身 为何要对无知孩童下手 只怕有失身份吧 邪罪显身 招招遮掩 不愿露出本家真功夫吗 东西万人 你竟敢修炼此等祸害人间的邪武 今日绝饶不了你 快快 烧死 我 没有 猪猪 你 原来你是冲我来的 魔头 我便是专门冲你普世和上来的 把那东西揪出来 饶你不死 望我命中还有一个质子 早该想到的是为他而来 要我将这纸绣之物给你 妄想 那也借你的国祖去吧 大宇宙 天四果然好本质 重伤之下还能破我的毒血失望 好那就算今日必命于此 也要献出了你这个妖人 国家人竟大狂 阁下如此道横 怎的却不敢见人吗 好啊 今日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九天神上 化为神雷 惶惶天为 你见你知 神仙玉雷真诀 必须是青云门下 这便是道家阵法的大能大力吗 神仙玉雷真语 我服慈悲 神仙玉雷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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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海童无辜 绝不能让妖人死一灭狗 若让这两个孩子 败入青云门下 连我那佛道双修的夙愿也 山灾 山灾 天地不仁 也万物为处够 鬼医啊鬼医 我到底还是要服下你这一颗 三日必死完 想到伤得这么重 先别动 你被剑气所伤 我正在为你疗伤 永远必死吧 不用担心 你朋友并无大碍 天亮后 自会醒来 这风大雨大 你一个小孩子家为何来此偏僻之地 万万事 天要下雨了 我心想给你送点吃的 善哉 善哉 万物皆是缘 命中早注定 我佛自卑 老那有一套修行法门 小施主 可愿意学吗 修行法门 修行法门 就是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 或许 还能够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呢 真的 不过 你要答应我几件事 你说 学完后 绝不可对旁人说起此事 就算是至亲之人也不能说 你办得到吗 你办得到吗 我办得到 我死也不说 另外 你每日一定要修习这法门一次 但不可在人前修炼 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修行 你办得到吗 每日修炼 不可以在人前修炼 只能夜间修炼 我办得到 还有 最最重要一点 不到生死关头 且且不可施展此数 你 办得到吗 那 是什么 我问你办得到吗 嗯 山哉 山哉 哈哈哈哈 我已服下了三日必死完 只有最后三日可活了 日后你要是性命危急 可找一个叫诡异的人 就说是天因死的普质和尚 让你找他的 天因死 这个珠子送给你 你要好好收起 不可不可让外人看着你 不可让外人看着你 不可让外人看着你 待你日后安定下来 找个圣谷悬崖 把他扔掉 但是 记住了没有 还有 刚刚 刚刚我告诉你的名号 也绝不可对外人说起 是 你我有这般夙愿 也不知 来神可会相见 孩子 你就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叫我一声师父吧 是 师父 现在准备来跟我背诵这套口诀 小凡 醒醒 小凡 师父 师父 什么师父 好了 我怎么在这儿 我记得 我明明在家里睡觉的呀 小凡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好冷啊 鲸鱼 我们快点回去吧 你给我等一下 怎么感觉村子里怪怪的 王二叔 鬼啊 鬼啊 王二叔 发生什么事了 鬼 鬼啊 这都是恶鬼 这都是恶鬼 王二叔 王二叔 这都是恶鬼 你怎么和我二叔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王二叔 你快让 我 啊 哈哈哈 子 爹 娘 你们在哪儿啊 爹 爹 娘 你们快出来啊 我想你们了 爹 娘 小凡 靖云 这件事 都不是真的对不起来 都不是真的 小凡 家没了 菜子没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 不要害怕 这里是青云门 是我借你们晕倒 把你们带上来 我是萧义才 师尊们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 你们给我来吧 林尊息怒 他们是师尊特意召见的 林尊 公送林尊 林尊 是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神兽 林叫谁起来 不知今日是否敢知道了什么 突然呼叫 你们不用害怕 林尊已经通灵 不会轻易伤人的 嗯 请弟子收验 屠村者修为不浅 军事一击毙命 可雷娜草庙村上下四刹二户 竟就只生还三人 鬼儿 鬼儿 鬼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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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弟子交代图门师弟 料理草庙村后事 先行将幸存三人 带回了青云门 把另外两人也带上来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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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іє 神弘 我們村里的人全死了 Entscheid的要查明真相 说说 你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 dé dir 我只记得晚上在家里床上睡觉 但早上醒来却躺在村口的大树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叫醒了小凡 我俩一起跑回村子里 便看见全村的人都被杀了 我爹 还有我娘 他们 那你呢 张小凡 我答应师父要忘义的 小凡 小凡 你俗话呀 这样看来 你也对昨晚之事一无所知了 带他们先下去吧 是 我青云门历经千年 自青云祖师开派之时 就历史除谋未到 现在 我们连脚下的一个村子都保护不了 还如何斩除邪碎 立足正道 不管怎样 天道向善 我们不可对草庙村遗孤置之不理呀 这两个孩子 身世孤苦 可我已经多年不收徒了 不知乃魏师弟 可将他们收归门下呀 掌门师兄 今日我一见那林京宇便觉得投缘 想是与他有溯源在 不如就让他投入我门下吧 商师兄 你门下已有两百弟子 个个都与你有溯源的话 你的缘分未免也太多了吧 天云师弟说得对 说到弟子人数 你们最少也是百人以上 我大竹风一脉只有七人 也太不像样子了 不如 不如就让张小凡去大竹风吧 以田师弟的气形 未来他一定可以成为 你们大竹风的骄傲 我什么气象 林京宇 此人虽耕骨齐家 但除我龙手一脉 怕其他师弟 无法将他非凡前置逼出 我认为 他与我注定有一段缘分 好啊你个藏风 好了 那就让林京宇投入你门下 张小凡去大竹风吧 师兄 这 此事就告一段落 诸位师弟当需上心 尽快查明真相 是 京宇 我好想回家 我们回不去了 小凡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命运 要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龙手风的手作 沧松师叔 以后 就是你的师父了 你跟他去吧 那小凡呢 你不用担心小凡 清余门 自会安排妥当 走吧 小师弟 跟我们走吧 我叫宋大人 以后咱们就是师兄弟了 哦 别让人欺负了 小师兄弟 小师弟 咱们也走吧 天地不忍 何苦为难无孤儿 你才 我有机密需你去办 且随我来 是 是 师父 我这么愁眉苦练的 小师弟 笑一个 笑一个嘛 看这细胳膊细腿的 底子行不行 得了吧 你像他这么大时 腰跟后山的竹子差不多戏 笑一个 小师弟 你练过什么功夫啊 肯定练过了 还有自己的武器呢 还给我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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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个小师弟 玩人呢 就是 记着 他刚来大竹风 晚上吓得直尿炕 还有你 刚来是练功 怕苦头是八豆装病 你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再欺负他 我就告诉爹和你 灵儿 爹 您 师父 师娘 这是小师弟张小凡 以后 就是我们大竹风的一员了 小师弟 这些都是你的师兄 这是郑大礼 吕大信 何大智 吴大义 最后这个嬉皮笑领的 叫冬碧书 欢迎小师弟 小师弟 准备给师父师娘 敬茶吧 嗯 师 师父 请喝茶 好了好了 开饭 爹 师娘 请喝茶 乖孩子 以后大竹风 就是你的家 我们吃饭吧 嗯 来 小师弟 多吃点 嗯 大人 以后老七的修行就交给你了 大人 小师弟年纪还小 你多照顾他一点 是 师父 是你啊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有我照着小师弟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师弟 有灵儿师姐照着你 偷着乐吧 他学的 可是师父的真传 厉害 那当然 当年我爹可是青云传人中修行最高的 小师妹 我们可以继续吃饭了吗 你们把吃的都抢光了 小师弟吃什么呀 我这个分给小师弟吃 我的也给小师弟 这是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来 给 小师弟 来 小师弟 多吃点 哎呀 你少吃 还有 师父 你每日一定要休息这法门一次 但不可在人前修炼 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休息 是修理 啊 啊 明镜堂 是省镜堂 大黄 别叫了 这是小师弟 大黄乖 小师弟 你别怕 这是我爹养的狗 叫大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狗 那是自然 大黄可厉害了 回了至少五十 不 一百年 厉害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我 因为大黄最听我的话了 所以你要记住 从今往后一定要听师姐舞的话 是师姐 商量什么呢 大师兄 小师弟 今天要带你开启修行之路 随我来吧 嗯 我也去 我也去 那都和我来吧 小师弟 我们大竹风一脉的规矩 初入门的弟子 头三年每日都要来刺砍竹 哦 你年纪尚小 头三个月里 每日就砍成一根吧 大师兄 我以前砍过柴 不必担心 接着 看我的 快 小师弟 你快试试看 就这根吧 就这么细 这是我们大竹风特有的黑结竹 坚硬异常 最适合出入门的弟子 锻炼身体打根基 你快试试看 又是一路想走 看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师弟 小心了 大师兄 你这吉他突破的方法也不管用啊 我们已经很配合了 方法有得试 再试试别的嘛 别灰心 不击溃步 无以至千里 我又让师兄们失望了 时候不早了 回去再说吧 小师弟这几年时间也有点太慢了 我看哪 他还是心念不稳 要是像根竹子就好 可你呀 瘦石和竹瓜 是像竹子不弯不折 稳固泰然 熟竹泰然 之前怎么没想到 跑了 熟岂纳山联行三十六周天 郑主级法门所在 功夫没有白费啊 你可真行 太好了小师弟 成了 成了 恭喜你了 小师弟 太棒了 小师弟 你可太棒了 师父 师父 都及时了 不做饭了 师父 我 大白痴 回去做点好吃的 你高兴 我们更高兴 小师弟 恭喜你了 肚子饿了 辛苦没白费啊 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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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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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烫 死猴子 我的东西也敢强 今天我一定要教训你的死猴子 师姐小心啊 山路危险 你给我指导一下 师姐 上来 一定要出了这口气 师姐 这口气咱们一起出 小心师姐 往右边 左边 右边 这是镜子 起来 追 这是哪儿啊 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 大烛风 我哪里没去过 小凡 我去把那猴子抓回来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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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师姐 你等着我 师姐 这地方怎么回事 完全使不上力了 师姐 等着我 师姐 师姐 你怎么了 师姐 你醒醒 醒醒 师姐 师姐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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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姐 师姐 小凡 你醒了 师娘 师姐她 好端端的出门练功 怎么搞出这些是非 我倒要听听 究竟遇到什么古怪 让你们如此狼狈 师父 那野猴子好无赖 抢了我们吃的还一路戏耍我们 吃的 你们不是在练功吗 那会儿是在休息的时候 我堂堂大竹风的弟子 竟然打不过一只野猴子 真是丢脸丢尽了 行了行了 还好两个孩子都没事 你就省省吧 小凡 你失血过多 要好好休息 师 师娘 这事儿 说奇怪也奇怪 说简单也简单 我在后山水潭找到他们二人时 查看四周 并无异常之处 说到底 还是我大竹风的弟子 一个个都不争气 好了 你别过来 这死老猴子 又跑哪儿去了 小凡 你醒了 原来躲在这里了 快来帮我追那只死猴子 气死我了 师姐 等等我 大黄 上 大黄 看你还往那跑 小凡 师姐 不要 小凡 可怜的小家伙 师姐 那你自己管好他 我可不管 不能让他跟大黄打架啊 谢谢师姐 以后将你小灰 好不好 我可以再问老 Ya 哈哈 每次练到这里 体内清气都会与大饭不惹 相中消散 这次虽然还一样 但竟有些起色了 好 趁着拿铁 继续 我清云剑法 最是讲究心无杂念 忘了为师是怎么教你的 师父 清云门人持剑在手 容不得半点差池 剑之所向 必有所为 非论胜负 何其生死 清云剑道 竟代儿子 代剑 则不配教诲 境界 当谨记修心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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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续 收音短龙剑 天机圣意 奥南三寸 路阵诸天 汗龙催城 鲸鱼 这名被围师看 配得上这柄斩龙剑 是 师父 好 好啊 可惜 好孩子 没想到 你竟有如此天资 为师再传你一招 青云门至高剑法 鲸鱼 你准备好了吗 九天玄煞 化为神雷 荒荒天威 以剑引之 离开 犯人 虽然 有 有 这个可是我专门给师姐做的 给我做的 什么东西啊 师姐 没什么 什么呀 多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吃的 专门给我做的 有粉粥丸子 水煮牛肉 三线蘑菇汤 双鱼出水 还有世界最喜欢的油煎豆腐 还有 你看 还有这个 以为我没看见啊 大花 帮我拦出小白 你们 还想藏着 快交出来 大花 师姐 抢到了 师妹小师弟 别闹了 有客人来了 客人 龙首峰弟子来访 奇怪 龙首峰的弟子来干嘛 龙首峰 是不是金鱼来了 看来这龙首峰的弟子 喝不惯我们大烛风的水 是吗 田师叔 我没有 弟子林精语 受家师之命前来通报田师叔 通报 你们的师父苍松 近来身份是越发的尊贵了 来我们大烛风传话 都称得上是通报了 别量插嘴 竟连徒弟都交成一个德行了 禀 田师叔 家师受掌门道权师伯所托 主里七脉一英事务 此番前来 并非通报 确实有事想与田师叔商量 那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竟轮得到大珠峰插手了 事关七脉会晤 会晤中规则有变 特来通报 不 与田师叔商量 规则有变 星云门七脉会晤 从来是铁规如山 怎么一到苍松师兄手上 就要变了 禀田师叔 青云门开派千年 弟子已尽千人 兴旺鼎盛 坚引掌门和众位首座长老 领导有方 顾家师与掌门商议 增加七脉会晤参与人数 增加人数 我记得往届七脉会晤 都是诸脉各出四人 掌门再多加四人 道玄师兄和苍松师兄 究竟想要如何增加人数 禀苏师叔 掌门真人以为我被年轻弟子 修行不易 未免去遗珠之汉 此次七脉各出九人 掌门再多加一人 凑成六十四之数 抽签对决 共比六轮 各出九人 谁不知道龙首封人数仅次掌门 苍松师兄真是好打算 我大竹锋弟子 倒也不用争着才能参加比试了 师叔 此事是掌门真人的决定 我 静语 小凡 老七 师父 师娘 静语 你怎么来了 我是 小凡 是谁来了 慌慌张张地跑这么急 师姐 这是林静语 就是她跟我一起上的静语山 都听见了吗 咱们大竹锋的弟子 都可以去参加比试了 两位 请自便 大人 你来招待一下岐师纸 林师纸 是 这位就是田师妹吧 岐师兄之前见过师妹 田师妹天思过人 放眼清云 哪个不止 我还听说 师妹引物早会 如今已突破 太极玄境到第六层 在此 恭喜师妹了 岐师兄过奖了 这次西脉会晤 田师妹一定大放异彩 活得 翘首以盼 小凡 岐师兄如此夸张 小凡 使不敢的 静语 快带我出去转转 好 师姐 我们走 你们先去吧 我待会就来找你们 没想到 岐师兄对我们大竹锋 这么了解 快走吧 小凡 静语 咱们五年没见了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 就是练功呗 你这五年 有草苗村彩安的消息吗 没有 每次打雷 我总是恐惧不安 眼前仿佛惨状在现 你想到这事没有进程 就自觉无颜面对他们 小凡 来 还要来挑战我吗 我这次一定要赢你 我可不怕你 没想到你还留着 少废话 看我的阵 我可不会让着你哦 张小凡雨林精语 第九十九次比试 我一定要赢你 你干嘛欺负人啊 师姐 四番 我大族风的人 不是让你欺负的 师姐 不敢 不敢 师姐 手下留情 仙气生意 万别单寸 任朱天 汗龙退城 汗龙退城 师姐 小心 金鱼 师姐 小心 师姐 金鱼 别打了 天师妹 你没事吧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好大的威风 来大助风 替我教训徒弟吗 没事吧 天师叔 苏师叔 是龙守风弟子冒犯 弟子在这里向各位赔罪 师姐 天师妹 真是性格鲜明 不义 小凡 我们走 天师妹 还有什么事 要不是 天师叔和苏师叔 不与我们满倍计较 恐怕此事难料 事情过了 不说了 天师妹 请留步 这盒中 是我随师父剿灭魔教 得来的清凉珠 不是什么宝物 但对女子养颜护肤 有些好处 今日送给师妹 全当赔罪 我不要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清凉珠 是我的一点 小小赔罪心意 师妹一定要收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在意了 那师妹不要嫌弃 收下吧 那就 多谢齐师兄了 还望你让师妹喜欢 喂 喂 什么 原来就担心你师姐啊 我以为真担心我呢 你们谁伤到了都不好 你这个师姐啊 脾气真大 平时有没有欺负你 师姐对我很好的 平时都是她照顾着我 吹牛吧 就她会照顾人 我不信 你又发什么呆啊 来大竹风学一五年啊 你 怎么越学越呆了 还去你的 你站住 来啊 话说七脉会舞 你会参加吧 我听师父的安排 嗯 七脉会舞 六十年才开一次 咱们入门五年 就有幸遇上 到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观摩 积累经验 静语 我觉得你一定会取得 好成绩的 咱们都要加油 也要给草苗村丢脸 嗯 七脉会舞 可不是小朋友玩爽的地方 消息已经送到 林师弟 我们回吧 是大师兄 小凡 那我们就 七脉会舞再见了 嗯 保重 轻语保重 睡 睡起来 嘘 傻愣着做什么 快让我进来 哦 把门关上 叫你快把门关上了 哦 好好 你怎么让那个林精女 欺负了 她没有欺负我了 她有那么厉害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啊 小时候我们就老比试 只不过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赢过她 哦 原来从小就欺负你 我看她就不是什么善茶 这 这次她运气好 我放她一马 哼 那 这个给你 拿好了 快拿好 这个是 太极玄青道 第三层 啊 啊 啊 什么啊 快捡起来 我特意抄下来给你的 师姐 要是被师父师娘发现 会被重罚的 你要去告诉师父师娘吗 不 不会啊 那难道我自己去说啊 那他们怎么会发现 你告诉我 你说他们怎么会发现 收好了 好好练习 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 我 师姐 那个林京宇虽然讨厌 但他那个师兄 嗯 跟他一点也不像 齐 齐浩师兄 上届七脉会我 他也就只输给了掌门萧师兄 那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就算这次比我 他也是夺冠大热门啊 那可不一定 我们有大师兄 其他风的高手 也多着呢 小师弟 你觉得这珠子 我带着好看吗 齐浩师兄 看似正经 其实还蛮体贴人的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哦 对了 什么 给你的法觉说好了 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我走了 哦 这现在没外人 不行不行 违背无归 就看一眼 气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眼 化身万物 这法觉 怎么这么出现 太极元气 寒三为一 即与中间 远时也 行于十二城 此阴阳何德 其中与子 化身万物折眼 这第三层真血 竟没有遇到 与思毫阻力 一直通百害 且和大凡 波竺 有一举能工之央 我真是极啊 哎呦 痠死我了 六师兄 哎 小师弟 哎我的天 都得这么大了 六师兄 这六宁都去哪游历了 一定很苦吧 那当然了 那你怎么在柴房里啊 我就知道你在柴房 退一先来看你了 六师兄 你正好 小凡 你不会 没错 这就是我兄弟的法宝 神木头 怎么样 厉害吧 哇 应该这样打赌 谁都赢不了你吧 哎呀 去去去 这哪是拿来赌用的 这可是用一棵千年 三株树的金黄 雕刻而成的 花了我好些力气 才在南方的赤水 吃半场呢 这一次西脉会舞 就可怕了 刘师兄 你这次一定会 大放异彩的 要是我也能去就好了 哎呀 放心吧 这次我们大竹风 肯定有 我都听说了 这一阶七脉会舞 每个风各出九人 我们师兄就七人 师父不让你去 难道让大黄去吗 真的 哎 师父呢 我还没去请安呢 哎 不对 六师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说一回来 就来看我了吗 哎 其他师兄呢 哎 得谁来 六师兄 你别转移话题 阳龙退城 阳龙退城 是什么 是 金刘师父真传 这招威力这么大 弄得太近 阳龙剑可是九天神兵 大师父的寒冰剑 估计都比不上 嗯 不错 师父 这么快就融会贯通了 不枉我对你的苦心 弟子觉得 还不够好 现在也确实不算什么 要想在七脉会舞中 拔得头筹 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是 师父 六十年磨一剑哪 我们龙首峰 在历届中 向来名词优异 不输其他个脉 这次也别给我丢脸 是 师父 好 展满 有密信 正魔纷争千年 火烧不尽 天之道 不争而战胜 无为而有为 何必求权求其业 不争 无为 清云历派千年 为的就是扫荡邪随 还天下朗朗乾坤 自太古以来 正邪便是 此消彼长 知其白 守其黑 方为天下事 祖师祖师祖师祖堂一百年 竟磨灭了你的志气 清云历代 师祖在死 还不能让你误道 万物赴阴 报仰 正邪相随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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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无亲 更何况正邪有分 我求的是天下 至亲至尽 今天我们出发 参加七脉会舞 大家都要加把劲 是 大师兄 六师弟 你这玩意儿能行吗 你那笔也藏不那么心 我可是以笔待见 幸险咱们大珠峰 书见风骨 小凡怎么还没来 对啊 是 小凡哥 小凡 你还在干嘛 小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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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了 好大好大 小凡 你别把房子给烧了 咱们马上要出发了 东西都带齐了 放心吧 带师兄 给 谢谢 小师弟 谢谢小凡 刚刚才吃完饭 一会儿会饿的 带着路上去 谢谢小凡 来 小凡 你带着根黑乎乎的棍子 干什么 七脉会舞是笔舞 你要带他 对啊 笔舞必须用剑吗 当然不是 还有笔剑更棒的发宝 接着 笔舞当然要用剑了 不过小凡你别紧张 大家都知道你的本事 这次去就当找见识了 我们出发吧 走 小凡 要不要跟着我的发宝一起飞行 你还是自己玩吧 我要跟师姐走 人都到齐了吧 师父 到齐了 大人 你带着老七 别让他从天上掉下去了 是 师父 你们俩 一人带一个 是 师父 梦要错过及时 你们也快一点 是 启程 要不要我们来组下 谁最快 行 准备好了吗 走吧 走 小师弟 我们也快走吧 那你把他也带上吧 谢谢大师兄 小师弟 抓紧了 师兄 小凡呢 谁呢 小师弟 师姐 小师弟 你没事吧 来 师姐 快起来 看我们到哪了 大家都来了 要进你嘴巴 今年大家的事情 都很高 小凡 你没事吧 没见过事 快来 我们去前面看看 师父 快 师兄 慢点 快来 我真不熟 你也肯定不见 快快 别乱跑啊 还是要当弟弟 你 口气不要 别急我 别急我 听过 小如风的弟子 你来了 哎 你在哪儿 来了吗 快去那边 快看 快看 看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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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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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眼了 这也是好美啊 练血堂现在一蹶不振 势力衰弱 根本不足委屈 曹聪师兄 看来你对魔教情况 了如指掌啊 那万夫谷窟地属空桑山 常人禁止必死啊 八百年前 那里曾是魔教练血堂老巢 如今虽然是危 可依然是危机四伏啊 既如此 不如各守家门 此次会舞旨在自强 自强才是青云大计嘛 师弟所言不错 可出魔未到 更是我辈本分 我已借此魔教易董之事 团结焚香谷与天英子 请他们派出弟子 援手协作 无论情况如何 对我们来说 都算是个机会 莫非是要借此 西脉会舞之机 正是 我打算这会舞四强弟子 前往万夫谷窟探查究竟 此次优胜者 亦会成为我派中间之力 为未来计 多加历练 势在必行 要是没有什么意见 就这么决定了 是 不乱跑啊 小师弟 小灰纵于你情深 但比武之事弄丑 总归欠妥 这么说来 宋师兄已修得三真体 不问陈世心了 文师妹 文师姐近来可好啊 自上次大师以后 我们大师兄 可是实时挂念师姐你呢 没有 我哪有实时挂念 那你就是不挂念我们师姐了 不 不是的 快看快看 龙首峰的弟子来了 龙首峰一脉 死他人都试着 天师妹 还记得我吗 齐 齐师兄啊 齐师兄 再度参加七脉会舞 想必这次是志在必得了 原来是文敏世界 上届西拜于萧师兄 令人扼腕 但经一甲子精修 折冠之事 必不可打 那是当然 只是我自制愚钝 本脉 另有奇才姐妹 齐师兄可要小心了 能让文敏师姐 甘拜下风的奇才之人 小弟真想早日见识一下 此人的风采 机缘弱智 自能遇到 凌儿师妹 我给你介绍 小竹风的姐妹 走啊 小凡 静语 感觉你比上次更厉害了 这没过多久啊 你也是 气韵啊 大大的不凡了 我只是来长见识的 别丧气嘛 我还想和你比试比试呢 不用木剑 以青云弟子的身份 堂堂正正的圆梦 来我这儿 别乱跑 对不起啊 小慧 你去哪儿了 看来这位小师弟 就是这猴子的主人了 我是大竹风弟子 张晓凡 小慧 小慧 老实点 这猴子脾气还真是暴躁 我这张帅气的脸 可不能让你给抓花了 这只三眼灵猴 可是画外异兽 从未有三眼灵猴 被驯画之事发生 你究竟怎么做的 三眼灵猴 是什么东西啊 是事情罕见的灵兽啊 现在 他还没有开眼 与野猴无异 可一旦他开眼 怪怪 我这只能够 猴 猴 你看我 看我 我们说不定还是远亲呢 来 开个眼我瞧瞧 忘了所介绍啊 病人姓曾 草字叔叔 是峰回峰的弟子 叔叔 笨呢 是书本的书 当年我娘本来给我取名叫曾英雄的 偏偏我爹喜欢书 便给我改叫叔叔了 曾英雄 还是叔叔比较好呢 好什么好啊 现在害我见了每个人都要解释一遍 成了一生的笑柄 这个小家伙 叫小辉 真是个小辉啊 看你能炫敷三眼灵猴 不简单呀 姐姐观礼开始了 不愧是姐姐观礼 简直凝座 七十万千 好厉害 难道我就只能来这里见识一下吗 没尊 无量天尊 灵尊肯定是来助威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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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尊很厉害 灵尊很厉害 大家安静 为了鼓励弟子操业求精 力争上游 这次大事还为最后的圣者专设了奖品 那就是六合金 一个镜子 虽然我们听人们第十代祖师 无方子真人传下的法宝 威力极大 只要灵力够强 就能反射一切攻击 进行比试 分别是一对六十四 二对六十三 三对六十二 以此类为 以后第二轮 最初是谁 争同天命 抽奸仪式 现在开始 快点啊 惨到了 别想我的啊 惨到了 现在我来叫号 叫到号的弟子 自爆尸臣和姓名 一号是谁 可是有人没有抢到辣丸 回禀仓宋师伯 在我这里 是他呀 首轮比赛的一号 因没有六十四号对手而轮空 直接进入第二轮 太好了 首轮晋级弟子张小凡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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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礼了 师妹法宝是琥珀珠琳 还望手下留情 怎么回事 你偷袭 这叫抢先手 妖精扫尽 走 小法师弟 咱们又见面了 你那猴子呢 董师兄 我师姐真在比赛 山天斗居然要靠独袭 让她帮助一乱 放心吧 你师姐赢定了 对了 我凤回光摸好多稀奇玩意 小心 等你师姐比完了 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我有三腿兔子 等你再说 我还有黑白孔雀 没壳乌龟 拿他们换你小灰怎么办 曾师兄 我只和小灰头缘 不要脸线宝贝 这一招没用 任师兄 小心了 离恩师妹 副公 师兄 小师妹 承让 怎么回事 看着 没想到你师姐还留有后世 厉害厉害 啊 啊 我 还有个好东西 我还有个好东西 结是孤本 我换了好大心血才得来的 这么珍贵的书 我受不起 你别急啊 不要了 拿着 你先看看再说 什么军事 这 这 这 师妹成功 这回可要没出界了 是吧小白 师妹厉害 小白怎么样 我厉害吧 师姐 你赢了 我刚刚的比赛 你没看 看了看了 师姐不愧得了师父的真传 赢得精彩 回滚岁 说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陆雪奇 陆雪奇 快给我来 今天有眼福了 你别急我 你还说我 以说我 镇雪奇 看什么 还是不出来 啊 或许还说 没有 你还说 哦 没象律 你看 是 有 你饲这 你吃什么 不是 你吃什么 不吃什么 还要来了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我看 我看 まあ 方超一起很厉害 陆师妹 我是龙守峰弟子方超 能与师妹比武切磋 真是三生有限 方师兄有礼 请方师兄出招吧 方超 面对俊俏师妹手软了不是 不过是手 怕是心都疏了吧 师姐 那女孩的细手 师父这么伤得于师妹 咱们小竹方一脉的干系 都在她身上 好好观战 不要作严 师父 师妹再也不出声 恐怕就没有避兔之地 陆师妹 小心了 小心 小竹风陆雪奇弟子 晋级三十二强 人美 心冷 无补消瘦啊 胜便胜了 他毁人仙剑 师妹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弟子 学艺不经 莫怨旁人 同属青云弟子 却对同门下狠手 一场比武至于嘛 不过水月师妹 你这弟子教得不错 难怪你把天涯都传了他 哎呀 羡慕 羡慕啊 哼哼 走了走了 后面比赛想必更精彩啊 陆师姐 陆师姐 真厉害 对啊 我看那装好棒啊 现在就知道我啊 是不是看上了 和你师姐比如何 别胡说 封回封 张叔叔 本来砍赠了台比试 张叔叔 哎呀 我还有比试 张师弟 我先过去了 你记得来跟我加油啊 大家的名字都在上面 陆雪姬 师姐 明天你要给我加油哦 莹姐 师姐 天师妹 别被人看见了 走 好 天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 是啊 好烫 师妹 你看那边 你 师姐 师姐 天怎么都黑了 小师姐 你跑完了吗 好样的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走走走 师姐 快点 师姐 训字台 大毒凤张小白 对阵朝阳风 楚玉虹 或许大家都认为 我是个没希望的人吧 还不拔剑吗 张师弟 你要认输 我也不为难你 谁要认输了 这回可认输 我还没出招呢 你这武器到别致啊 是什么法宝 我叫它烧火棍 你们大毒凤可真有趣 我记得还有位杜师兄 弄了三颗头子当法宝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好吧 就让我来领教张师弟的 独门武器 小凡师弟 还有我在支持你呢 喂 嘿嘿 很有意思 我学习的 你是一箱圈 的 别 нуж Katrina 虚无精炼的 欲清第四场进行 小心啊 别被剑毛吞噬了 快 输吧 师弟 怎么了 伤得很重啊 我的天哪 大竹风弟子张小凡 进行十六强 说 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什么黑幕 楚玉红可是毒关大热门 咱们小师弟咋就赢了 对啊 凭什么你赌小师弟赌赢了 我们就全都赔个底儿掉啊 咱们几个可就我支持小师弟 你们这些没意义起来 活该说 我守夜三年 师父才给我一颗小黄丹 还被你给骗去了 我不认 卷赌服输 不认不行 你 你输了你 给我 我先替你们保管着 好啊你们几个 居然用小师弟当赌注 小师弟可受我们大竹风的骄傲 杜碧说你少套紧我 还不快给小凡道歉 怎么 赢了一轮比赛就要上天了吗 师父 师娘 爹 娘 各个上台手忙脚乱 故此失彼 要不是你们运气好 现在全都缠满绷带躺平了 明明就是对手们太弱了 别得意 你那场怎么赢的 怕是你自己都稀里糊涂吧 我 哼 你知不知道你下一场的对手 是陆雪奇 她是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人选 凭什么我就不能是大竹风的夺冠希望 灵儿 不可如此骄纵 还有你 老七 别以为赢了一场就骄傲轻敌 明天也别给我丢脸 是 师父 对对对 小师弟这场赢得漂亮 你呀你 小黄丹是疗伤妙药 不是你们的毒本 都不行 不把今天的事说清楚 谁都走不了 谁再和你这个骗子懂了 谁就是棒子 彭昌 叔叔 这个彭昌 我已经交代过了 一会儿开战 让你输得体面点 不 你也记着救婆下旅啊 意思一下就得了 别当真 你怎么盼着我输呢 你 什么 我是怕你受伤 记着我说的话啊 这算是善友善报嘛 得了 张师弟 安心比赛 我和小辉会给你助威的 好 大竹丰还有修为高明的人 就是 可惜了田不易师说 一身本事 我们大竹丰也一直在刻骨修炼的 小师弟 出拳要快 目标要准 腿如盘根 练的是深定 壁挂玄钟 练的是弯心 背似竹亭 练的是手当 手节法印 这是 什么来着 手节法印 练的是奉玄 师娘 手 手动不了了 空有竹铁无节气 怎么手当 只挂玄钟不闻经 怎么关心 妄谈盘根缺筋骨 怎么伸定 师娘 小师弟 快帮我刚才教你的太极玄清道口诀 背给师娘听 第一堂 学练器 修炼之人 静坐之下 放开心脸 静置珠般烦满 妙啊 以气驱动琥珀珠灵 灵儿师妹已经掌握用法门了 借此与天地积极 静儿看 天地造 小师弟 学会了吗 你好笨啊 看 像这样 这样 然后这样 谢谢师父 多谢师父 你愣着干嘛 都给我好好练功 师父 我会努力的 小凡加油 加油啊 在下 封回封弟子 彭昌 请张师弟赐教 亮法宝吧 大株凤门下弟子 张小凡 见过彭师兄 张师弟别担心 我有分算 张师弟 做样子也不必将法宝 包起来这么敷衍吧 不包着他 他会伤到人 原来是怕伤到我 本来还想卖 曾叔叔个面子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口 今天不打你们三荤五素 我跟你像 怎么还叫姐姐来了 姐姐 不是说你意思一下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俩人怎么回事 这俩人怎么回事 autour 走 唱 moi 两群 灯 你 加油 安 小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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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封的弟子很真丑 就是 有必要喊那么大声吗 齐浩师兄 明儿师妹 我相信你 这齐浩可真是殷勤啊 龙手风弟子的比赛不看 考这儿 不该凑热闹 福妙 这下师妹的心思 可没法放在比赛上了 陆师姐 咱们速战速决吧 请指教 哎呀 小凡不妙啊 走啊 陆师姐 你的天涯神剑不出窍吗 小心了 我要夺你的剑 师妹的琥珀珠灵 果然非同寻常 师姐的意思 我就靠法宝厉害 修为不行了 是吗 明儿师妹 小心 明儿师妹 承让 小竹风弟子陆雪崎 晋级八强 简直就是乱来 意料中的结局 师父 谁把你打成这样 小凡 赢就赢了 为何伤人如此之重 师父 是我 是我 是我赢了 什么 你赢了 赢了 赢了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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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瞧错了 这些年你我教了什么 教到哪里 可都是有分寸的呀 让我知道是谁 投授老七功法 绝绕不了他 放眼大竹风 除了灵儿那孩子 还有谁敢私自传授 太极玄清道给老七呢 提到他我就来气 比赛输在轻敌上 刚才说他几句 还敢顶嘴 你呢是因为 灵儿比赛输了 才生气的吗 你是害怕闺女的活 被人给勾跑了吧 不对吗 这才多大 就敢私定终身 犯了他了 女儿大了 心思也大了 你个当爹的 说较钱 就不能给女儿 留点余地呀 还有他看上的那家伙 我就是瞧不上 沧松能交出什么好东西 你呀 你 伙分 我 都不不また 我 吃了 就喝了 还不让我自己去找 比尤其是爹 他心里只有门派之间 只有大珠峰的脸面 根本就没有我 我才不管呢 我一定要和七号师兄在一起 我们山盟寒试过了 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对 就算等到海枯石烂 我们也会在一起的 师姐 这家伙真幸运 本来八强 他得对长剑 就是啊 长剑和宋大人两白血伤 给他占美了 这孩子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 是啊 不知道他瘦不瘦得住 今年大珠峰 这人站在最后的居然是他 还真是让人意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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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在 他去看七号的鄙视了 小竹风陆雪奇 请赐教 大珠峰 请师姐千万莫要手下留情 莫要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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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好 这 这 这 对 对了 对了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师姐 薛琪 薛琪 你自治之家是我生平仅见 但你毕竟修行尚浅 若是贸然使出这神剑御雷真诀 只怕招来反噬之魔 我们山盟寒试过 就算爹娘再怎么反噬 就算走到海枯石来 我们要再一起的 九天悬杀化为神美 狠王天威 一剑一剑 不应 让小凡认输吧 我死了以后 世纪发为我会来看 徐东宁 他管着幸福一日子的时候 是不是怕我也忘了 咱面下来 接着 主说 直言 小竹锋弟子陆雪旗 晋级决赛 水月师妹 恭喜你门下 出了一名高徒啊 师兄过誉了 大竹锋的这个张小凡 掌门师兄 不觉得奇怪吗 哦 他区区一个狱青 静止到第四层的弟子 居然持有一件 能匹敌天涯这般 西式神兵的法宝 而且这宝物邪气深重 绝非我青云门所有 倒似血炼之物 实在匪夷所思 掌门师兄 青云门千年生育 容不得半点差池 姿势体大 荣厚在意吧 小师弟什么时候行啊 对呀要不要 我会说 我会说 你门凑 我会说 你们 这才能对 我会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张晓凡之话绝不可信 他这棍子分明是血链之物 若非魔教妖人 怎会由此剑士法力锻造此宝 他定是奸细 他若真是奸细 怎会在众目睽睽下施展法宝 魔教妖人本来就行径难测 做出些古怪事情 有何足为奇 你这不是抢词夺理 张晓凡入门五年 从未下山 哪里去认识什么魔教妖人 我看他就是魔教处心积虑 安插进青云门的奸细 按青云刑法 当斩 谁敢动他 放肆 掌门师兄 掌门师兄 这张晓凡属实可疑 不如让我带过去 仔细审办 势必查清楚他与魔教的关系 让你带回去 这法宝虽有凶煞之气 但内敛其中 不像是从前见过的魔教凶物 掌门师兄 魔教妖人凶险恶毒 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呀 我青云门自居正道 一向光明正大 宁可放过也不杀错 否则我们与魔道中人有何区别 我 苍松师弟 你道行虽深 但仍需前修道理 参悟道法才是 张晓凡 你在此次七脉会晤中名列第四 现在 命你与其余前三名 一同下山力量 不负青云门的栽培之恩 是 此物非你不可去用 先收回去吧 多谢掌门师父 我等必不负师们众望 斩妖除魔 小凡 快跟上 舍不得离开吗 感觉和我五年前上山一样 什么都没变 青云门千年来都一样 从来变得只是人 此次任务重大 掌门师父特许我们 可在山顶直接遇见 是 青云门师父 我们等 飞在天上的感觉 真好 你们看 飞扬城到了 方圆百里之地 这可是最大最繁华的地方 快走 大家都快跟上 小凡 你怎么这么慢 我刚学会去用法宝玉空之法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进城吧 快走快走 好热闹呀 无是汤 无愧是中岩最大的城市 看起来都很好玩的样子 输输师弟 就是玩星台 hots 哇 卖宽 有东西 好多人的啊 好漂亮的布 没见过品香这么好的葫芦 正是要见 好吧好吧 看 他们是情人底子 哇 心事不烦啊 饿腾腾的八宝炒年糕来了 好吃啊 这不回事太害羡了 客官喜欢吃 本店的猴子 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个是河阳城最好的酒楼 好多客人 客官里面请啊 哪儿 这花都气了 菜还没上啊 客官您担待啊 我这就去随后厨 这山海院 不仅饭菜座位俱佳 环境也甚至雅致 可这里好气派啊 那是当然 各位县长 请上座 来来来来 陆师姐 你坐这儿 我坐这边就好了 齐师兄 小凡 都坐都坐 叔叔 这里都有些什么好吃的 来 几位上演 河阳特色 和阳特色 我来看看啊 铁鱼鸡 东坡肉 三鲜蘑菇汤 麻辣豆腐 还有招牌菜 清炖煤鱼 好嘞 哇 叔叔 你对这里怎么这么舒服 我来过很多次了 不过 都是偷跑下山的 各位县长 上菜了 有事只管分宝 吃慢用 好香啊 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大家都快吧 小白 你吃慢点 清炖煤鱼来喽 清炖煤鱼 清炖煤鱼 本店招牌菜 各位县长 尝尝 加了香片去腥 清香滑嫩入口香甜 还是清炖的 厉害 果然是招牌菜 哎呀 果然是行家 但不瞒您说 要是没有这最新鲜的煤鱼 神仙也做不出 这样没有的资汇啊 哼 有道理 什么最新鲜的魅力 啊 分明是骗人 哎 把这当招牌菜 我看你们山海用的招牌 不想要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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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招牌 来闹事的 这位姑娘 小儿 我问你 魅鱼产地 朱沟山 巨子千里 你这魅鱼运来 只怕都死了半月有鱼了吧 哎 姑娘 您有所不知 魅鱼本产朱沟山 没错 可是多年前 道玄仙长 将鱼种带回 养在了青云红川中 河阳城里的剑 自然也有新鲜魅鱼了 可不是吗 我们游四口福 多亏了道玄仙长啊 是啊 道玄仙长 这魅鱼养在青云山 沾了青云门的光 变成了稀罕的宝贝 青云门就很了不起吗 听起来 这堂堂青云门 好好的正事不做 倒像是专门养鱼的了 碧瑶 哎呀 快回来 不可多事 何计生财嘛 小店给两桌 多送些果品 啊 江江火 江江火 国品不用了 本来就没什么火气 这外面不比青云门 我们都歇了吧 明早还要赶路呢 嗯 哎 齐师兄 别担心 这河阳城里 一向太平得很啊 你等一下 陆师姐 有些人 一向太平了 这河阳城里 海江火 这河阳城里 陆师姐 有何吩咐 要没什么事 我们还是各自扫些休息 明日 我问你 那天 你为什么在最后一刻 放弃了 那天 莫非 你是故意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小凡学艺不经 让陆师姐见笑 还多亏陆师姐手下留情 你 我知道了 陆师姐 我 都好痛 又做噩盟了 是他 这花开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摘了它 原来是你啊 我摘了这花 闻了它的香味 是这花三世修来的福分 你这是怎么冒出来的 白天多事也就算了 晚上还要到处管闲事吗 我 我不是 你什么你啊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这花被你摘下了 命就没了 哪里来的什么福分 你又不是花 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是花 你又怎么知道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看 花上还有露水 分明就是 他疼得哭出来的花泪 花泪 我生命还是第一次 听见一个大男人 把露珠说成是花的原泪 笑死我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那我问你 究竟是我好看 还是花好看 我 你 你好看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张 张小凡 张小凡 我想也是 从小到大 谁不说我漂亮 你们男人 都是一个样子 你 张小凡 花儿啊 我真羡慕你 这世上还有人灵犀你的花泪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赶时花见泪 伤心花 伤心人 尤姨你回来了 那四个人确实是青云门下 带头的是龙守风一脉的齐浩 其他三个不曾见过 看来是年轻一辈 不知性命 我知道一个 刚刚过去那个人 叫做张小凡 张小凡 好土的名字 碧莹 这花 尤姨 这花美吗 像不像我的法宝 我记得这种小花 西面开遍了湖岐山 自从你娘过时候 尤姨 不要跟我提起她 碧莹 你是宗主的掌上明珠 宗主的心里一直是很疼爱你的 她若是真的疼爱我 为何中年都不肯见我 为何又 只恨当年我连累母亲惨死 说是母亲还在 我们一家人 或许就不是这样了吧 碧莹 你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母亲为何将她留给我的法宝 取名为伤心花 伤心花 伤心人 尤姨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吧 碧莹 记住 我们此去空桑山非同小可 这一路上 你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可像白天那样任性 放心吧 我都知道了 东赐二经之首 约空桑之山 地处东方三千里之外 沙石满地 荒凉异常 多山精魅惯出过 八百年前 还是魔教妖人聚集之地 小白 你怕不怕 怕什么怕 我们都飞了十天了 怎么还没到 应该快了吧 不知道 焚香谷与天一寺的人 到了没有 大家小心 此处荒凉诡异 七景都上山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大家小心 小心 来 啊 啊 嗯 镯师姐呢 嗯 我多冰 什么东西 嗯 这是沐河山血服 钻石言经碑 这里是 万不孤窟 快躲起来 快将不用三大毒洞 陆师姐 小心 恨恶 这副天狐 怎么不怕 傻瓜 怎么办 听名道 卸服俱光 擦光 都跑走了 逃过一起 阿弥陀佛 天音寺 法相 法山 横香谷里寻 燕红 我等应邀来迟 莫怪 岂敢 岂非师兄前来十元 清云弟子谢过 我们既已聚齐 不妨眼下就进洞吧 正好 我们一鼓作祭 杀进去 刚刚那些蝙蝠乃是当年魔教续养的义种 凶蛮残忍 本为魔教帮凶 没想到 魔教覆灭后 他们依然残存下来 可见古怪 诸位 切要小心 张师弟 前头奸行 你可跟在我的身后 多谢法相师兄 你认识我 此次七脉会晤 一鸣惊人啊 惭愧 惭愧 马上就要到深处了 小时候我经过这样的洞 深处都是暗洞 我们要小心 张师弟 儿时的事 你还如此记忆犹新吗 儿时的事 停 怎么了 有动静 什么人 鬼鬼祟祟的 他们出来 这边 什么不叫妖人 跑了 我们快追 别走丧了 大家小心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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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鬼 大家保护 出来 谁不可败着你 狗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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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东西 你 你 啊 啊 哈哈哈哈 我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师兄 小姐 你 你 你 attendees 小姐 咱们 那śmy 公子 世兄 我們合力 哈哈哈 正到后继无人了吗 几根嫩牙 揍什么老头 是你老大 你竟然还没死 你没机会回去报信了 快走 邪男你开刀 张师弟 你老大 老怪我 我既然的臭小子 你让我洗干你的筋血吧 放手 放开 放开 没动静了 老大 我过去看看 要人 休头 不知天高地厚 受死吧 上 老三 老三 你怎么成这样了 这 我做了什么 野小子女 我 吸血大法 什么 吸血大法 你可是吸血楼 老前辈门下 没事吧 陆师姐 我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做得不错 老大 让老三死啊 你说什么 老三死了 先撤 给我等着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凡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先话少许 快追 我们走 小凡 快跟上 大家千万别走散 前面出口有光 小心有诈 骑师兄也太鲁莽了 没准魔教妖人 就在前面埋伏 死灵渊 阴灵死魂拒于渊 我们竟到了练血堂进地 大家务必小心 正好 我们在此 把魔教妖人一网打击 小心小心 小凡 小凡师弟 张师弟 陆师妹 妖人 先生 正 正道就派来这么几个小杂碎 妖魔小丑还敢猖 今日便是你等死期 那女子皮囊生得真不错 不拨下来收藏可惜了 野狗爷爷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 咱们练血堂好久没大开杀戒了 就凭你们几个 真是不知死活 上 山河山 山河山 孔山 小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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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露宫爷爷 有排啦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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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杉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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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老大 这逐个击破的方法 要不啊 你要小命 妖人 陆师姐 真是碍事 臭娘们 今天我就让你们 做一对王命冤呀 冰冰成长 你去帮老大 真是个角色美人 可惜落在我手 陆师姐 我先赎 是个角色美人啊 可惜落在我手里了 陆师姐 杨女 放开陆师姐 不要管我 快出妖人 住手 小子 陆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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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雅 快走 今日 我们一个也别想逃得掉 谁要逃了 什么要数 二末 我要让你们血迹赤魔眼 这棍子居然能磕我赤魔眼 陆师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天涯间被他法宝压制了 师姐 你先撤 我去挡住他们 扎师弟 看不起我吗 小心 扎师弟 小芳 陆师姐 有人和你们骗了 快抓住我 陆师姐 不要松手 师姐 不许松手 陆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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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uc 《那些蚌子》 冴师姐 冴师姐 能让你们少受点折磨 小摩 杀了你们 给小法和陆世间帮仇 老大 他们竟然还有帮手 咱们练宝的场地 被他们毁了 什么 去 丢 冷静 快 老大 我们还是跟你撤吧 干掉两个 老三也算没白死 走 追 毕队长 我们快去找张师弟和陆世妹 这是哪儿 我不是掉下深渊了 上面的洞口怎么没了 张师弟 好处了伤 这样下去会有危险 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洞笛到底有什么玄机 怎么会把我们传送到这儿 怎么会把我们看着了 来 来 这些东西没完美 想不到我今日会跟你死在一起 你 我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糟糕 我气息已乱 赵师弟 快醒醒 唯有死战 放有一丝生机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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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动不了了 语言 江师弟 醒醒 放开我了 助手 不得了 陆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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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陆世杰 我祝你疗伤 张师弟 我要逞强 不要说了 比心你善 陆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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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辆世杰 陆世杰 陆世杰 杏 张少侠 道法果然不俗 随山还愿意别 咱们竟然又相见了 陆师姐 你没事吧 是你 你怎么也在这里 来此地的人 无非是为了争夺滴血灯的东西 请问张少侠 找到滴血灯了吗 什么滴血灯 你们正道之人可真会撞糊涂 可我也不能由着你们和我们抢 是吧又宜 把他们擒下 交给宗族营 你快走 小手一起走 是 是什么 你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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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像是滴着血 难道这就是滴血洞 张小凡 我不叫位 我有名字 记住了 我叫碧阳 碧阳 这是 你做了什么 这里好黑啊 胆小鬼 没想到这就是传闻中的滴血洞 滴血洞 难道你就是八百年前 威震天下的黑心老人 五十五 果然你就是黑心老鬼 都这样了 你还认得出 他可是八百年前 炼血堂的宗主 让炼血堂 威风了好些年 当时凭弑血珠 成为最强门派 这滴血洞 就是黑心老鬼藏宝的地方 没想到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啦 好了 这么烫 公公还那么丑强 好了 好了 病得着我杀不清 好 鬼 鬼 你杀了我爹娘 杀了全村的人 我恨你不清了 张小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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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凡不想一个人 原来 你是孤儿 你 小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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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阮 不冷了 不冷了 我在这儿陪着你 陆师妹 我们已寻张师弟多日了 依旧毫无踪迹 眼下魔教已被打草惊蛇 速将这里情况禀报掌门才是最紧要的 你们回 我自行找 阿弥陀佛 吉人自有天相 小凡道友非博命之人 自会无事 陆师姐 不如我们且先回去 送请掌门多派专职搜寻的弟子前来方施量测 小凡道友 小凡道友 干粮都让我吃了吗 干粮都让我吃了吗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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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尺寓音 机关竟然藏于尸骨之下 这边 方辛苦 忍回顾 悔不及 难消除 精灵清脆 是血物 一生走 一生走什么 怎么没想完啊 谁呢 圣教种地 不要乱藏 否则怎么死都不知道 这是 凝巫王 圣母 天煞明王 幽冥圣母在上 圣教第四十三代弟子碧瑶 成心拜见 愿两位尊者垂帘世人 度化众生 自我福祉 谢神 天地不人 以万物为出口 这是什么意思 空的 又是空的 黑心老鬼把东西都藏哪儿了 小心 又是古尸毒 又是古尸毒 竟是些歪门邪术 黑心老鬼用这剧毒 守着什么宝贝 喂 有什么好怕的 灵道 用这么厉害的古尸毒 竟然就只守着一对灵道 声音还挺好听的 也不知道黑心老鬼 为什么要这么藏着 难道这是何欢灵 这是精灵夫人的何欢灵 不就是一对普通的灵道了 普通的灵道 精灵夫人 是圣教中何欢派一脉的 开派祖师 聪慧绝顶 道法高深 她修炼的何欢灵 威力绝伦 可深人心魄 心魔外道 你懂什么 百年前你们正道 不知有多少人 败在精灵夫人手下 不过何欢派的质宝 为什么会再练血糖 精灵痴情 是血物 精灵是血 困在这里还能笑得出来 想不到这精灵夫人 和黑心老鬼 在八百年前竟然是一对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吗 你要知道 练血糖和何欢派 在当时可是死敌 什么悔不及难相处 无情人 我看分明是这黑心老鬼 最后赴了心 他这么珍重地保护 精灵夫人的灵道 肯定不是无情无意 这能说明什么 精灵夫人还不是为他 吃苦一生 无情 他也不会写出那样苦的事 想不到你还会为 圣教的人说话 怎么了 救命鬼火 快退后 赵小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 天书 这是天书 天书 天书是什么 天书可是圣教的经典 我们所有的神童大法 都是从这天书上 领悟得来的 天地所以能长期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东西地中 乃天地之心见也 这不是大范薄荣里面的吗 不 这不可能 周小凡 天地人自然 无畏无造也 这是 太极拳清道 怎么会这样 魔教的天书里 怎么会有佛道的功法 你没事吧 这真是你们魔教的天书吗 当然是我们圣教的 庄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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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教的天书 和道家还有佛家 如此雷同 为什么会这样 掌门真人 一定会派人去找张师弟 你不要太担心 好好养伤 明王尊者 圣母娘娘 弟子难道 就倒不开神灯了吗 要不是我吃光了你的干粮 你也许还能多活几日 多活几日又能如何 能多好几日 便多一点机会 你怕死吗 我无情无贯 有何可怕 你不想合适 见你的师姐吗 师姐 你干什么 你杀了我吧 你 你说什么 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你并可使我知肉 多活一段时日 魔教肯然妖女 这种事也做了出来 你口口声声说要除魔未到 现在就是机会 还等什么 快动手啊 你怕什么 魔教妖女就在你眼前 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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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动手啊 你简直不可理于 你不杀我 好 我自己来 住手 干什么 你放手 不要 你放手啊 快放手 活死了 你便可以活下去 你快放手 好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你 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等死的滋味是怎样的 那年我六岁 娘亲带我去见我姥姥 不知怎么被你们证到获知消息 天一次的恶僧蒲芳 释放浮屠金箔 将整座六湖洞镇塌 把我和娘亲 还有老婆 都活埋在地底 老老因为伤势太重 很快就走了 我很害怕 但娘亲一直告诉我说 小药不怕 爹一定会来救我们 可爹一直都没来 我们被埋在那漆黑的洞里 只有岩石间几滴水滴落 我好怕 独自饿 找着娘亲要东西吃 娘亲一次次在洞里找 什么都找不到 可那时我太饿了 只会吵闹 是我 是我害死了娘亲 忽然有一天 娘亲每隔一段时间 给我找了一片肉 我就活下来 可我娘 我娘亲 终于我听见 我爹叫我和娘的名字 接着爹跳下来 他先看到我娘的尸体 才看到我 他的脸色好可怕 我虽然小 但我知道他那时 真的要杀我 不会 杀他这个亲生女儿 我该死 你别乱想 你爹不是救你了吗 你爹没怪你 明王圣母 弟子碧瑶叩谢神恩 弟子心结 终得开解 弟子愿死后 侍奉明王圣母 幽魂常伴圣相左右 派歇神如果有用 我们就不用死在这儿了 圣教终不知道多少人想和我死一块 偏就你不知好歹 我要死了 就能埋在大株峰 便是死而无怨了 圣母娘娘 张晓凡中非圣教中人 不得训教 穷宁缘他宿愿 让他重回大株峰 与他 心爱的人在一起 弟子诚心叩拜 依旋请愿 这是 三生七世 永堕阎罗 只为秦顾 虽死不悔 这是 是 侍奸咒 这段咒文 是我圣教的一位女士族 从天书上礼物而出的 只能女子修炼 以一身惊血化为利咒 威力绝伦 可把你的灵道拿来 原来这竟然是出口的机关 小心 再留他了 我们快走 快走啊 还在等什么 快 你快走 我们终于出来了 撒上我的蜜汁调料 好了 给你 就这样 你怎么也和我一样 奔手奔脚的 我给你却凉 吃吧 有那么难吃吗 这是我一生中 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你真吓我 怎么坐这儿 这次我们在山洞里 也算是历经生死 就当交了个朋友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还没有好 你在那山洞里照顾我 救我 我很感激 这份恩情 我来日一定会报答 你要报答我 你想怎么报答 我 我来日 一定 你要真想报答我 那不如投奔我们圣教 好过在清一门 当一个厨子 我是堂堂正道弟子 不可能与你们魔教为伍 正道 你们正道造的孽可不比我们圣教少 正道怎么会造孽 魔教才是罪孽深重 当年正魔大战 你那些神仙一样的祖师 可是对我们毫不手软 连老若妇孺都不放过 胡说 这些都是你们魔教所为 你们才杀人一孽 生灵涂炭 这是你亲眼所见 还不是你师长胡说 那你又可曾亲眼看见 我们圣教从不怕诋毁 要是真做了就不怕人说 算了 我们这么争也争不出结果 谁和你争了 你们这些狗屁正道 你就只会装表面光鲜 我 我给你 始终明容你不早 你 去你的正道人事吧 他日再见 我第一个先去你人头 你 师妹 师妹 师父 我说过多少次 修行必须身心合一 全神灌注 弟子知错 请师父责罚 责罚若有用 何来迷途人 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了 戴上 你 家闭上 这点可 喝完好超越 累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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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药算杯 老板 上户茶 这阿 这应该如何 来 这oms 小兄弟是清云门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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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的 此处离青云门不远 小兄弟有神冲气足 举止冲淡 想来阁下 必定是身怀绝技之人 先生竟能一眼看出 佩服佩服 相逢就是永远 可愿陪在下共赢紫长 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 不敢 在下张晓帆 还未请教先生 我姓万草自人亡 万人亡 虽千万人 五王爷 来 一茶带酒 果然爽快 小兄弟 在下虽是俗人 几十年来先道之书 却字字钻研不少 我看你的这件法宝 就非同凡响 冒昧求救 这件法宝上 可有你的精血 阁下何出此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法宝 应是两件其真 何而为一 小兄弟或许不知道 你这棍上的珠子 本是魔教圣物 乃魔教祖师 黑心老人的遗物 是血珠 是血珠 这棍身煞气内敛 直射人心 无数说他乃具九幽英灵力破裂之 名为射魂 嗯 不可能 难道 我有说错一个字吗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是青云门下 怎么会用这等邪物 邪物 听闻贵教 有一阵山至宝 威力其大 阵骨硕尽 千百年来 所杀生灵不计其数 方经天下杀生之多 煞气之重 只怕 再无他物可比呀 朱昕为我正道至宝 所杀的都是魔刀妖人 魔刀妖人 就不是人了 我问你 世间万物 狮子吃羊猛虎伯兔 同为圣灵彼此杀了 他们之间可曾分什么正邪 是 但是 正道杀人 邪道也杀人 为何人杀人 就能分出正邪了 你 你究竟是谁 小兄弟忘了 我只是游历天下的 凡夫俗子 万人亡啊 你 你是不是魔教妖人 你 你以为你骗得了我 你 你 你说的那些都是我爱理 至少我鬼或许是血魔之物 但我用来斩妖虫魔 便是正道 我万幸无愧 并如你所说的 我门中古剑 出现一般 你骗不了我 你骗不了我 此人来去无疑 却非等闲之辈 总是习道之物 我行正道之事 冬主 这小子 这少年性子倔强 性质坚定 倒有几个我当年的模样 他若是有什么动向 随时向我报告 是 奇怪 神呢 你 小 小姐 鬼鬼随时 你这跟着我做什么 碧莹 宗主 你跟我回家吧 回家 那还是家吗 那里 永远是你家 我早就没有家了 亲走后 你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 连他爱的花都要根据 这是当年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宅下送给我的花 我一直留着 从没有离开过身边 亲 你娘要是看到你长大了 你一定非常高兴 你爹不是救你了吗 你爹没怪你 爹 回家吧 那个张小凡 我见过了 将来定然大有所为 若能收支 对我爸也必有注意 爹有办法让他投入我们圣教 他修行未深 却日夜被智兄之物侵蚀 性情必然大变 好杀嗜血 到时正道不容 他还能去何处 奇怪 大中午的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今有妖孽三位妖狐 狐妖 这位青云门的小兄弟 是要准备去除妖吗 老先生 怎么知道我是青云门的 他宰到谁都会说人家是青云门的 小哥哥 要不要吃糖糊了 去去去去 老夫精通相术 能断过去未来数百年之师 是得小哥门派 又算什么难事呢 小哥你乌云盖顶 身产死气 别说想去除妖 只怕前途也是大大的不妙啊 惨 老夫相仁无数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缺之相 小老弟幼时比曾逢大难 至亲好友皆遭此劫呀 老先生 小老弟自身罪欲贵人得以脱户 可那大缺之恶未除 此去前途必定多有艰险 凶多吉少 生死难料啊 老先生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乱说 小兄弟年幼之事 我可说错呀 我不想回应那些事 但你 老夫与你有缘 又敬你为民除害之心 才破壳提点你 若是换作旁人 三寇九拜求着老夫 老夫也不会和他多说半字 他什么乱子 但我爷爷为他人破解命是 命数 原来都是命吗 世事过不了一个园子 老夫既与你有缘 就算拼着耗损真缘 也要为你再续生机 破此大厦 只不过 老先生 不瞒小兄弟 老夫祖传规矩 看向解煞 必须收钱 你看这 多少 十两 十两 我只有四两 四两就四两 老夫未行善事 岂能计较 这取取恶毒啊 此生说不计较 心里其实可戒道啊 啥什么钱呢 俺正道人士 未民除害乃是本分 到时 只用灌顿饱饭就行 真的假的 快快快快 这什么三位妖狐 俺今天就断了他的锅 断了他的胡根 这位天音寺的小兄弟 要去除妖 侠义心肠实在令人感动 俺不是天音寺的 俺是金刚门大力尊者 唯一传人 石头 石头壮士 我看你乌云盖顶 身禅死气 今日若去除妖 必是有去无回啊 不过幸好 你遇上老夫 俺们佛门弟子 不行看下 你 你 你又是谁啊 在下青云门大竹峰弟子 张小凡 什么 你是青云门下 那你就和俺一起去未民除害吧 青云门是天下正道领袖 真是 张兄弟你 绝对不会袖手旁边 对不对 想要出谋 既不容辞 大哥哥 你别去 小兄弟 前路奸险 三思而行啊 张兄弟 你别听他这个江湖骗子 你们快去啊 我去吧 谢谢老先生 石头大哥 咱们走吧 走 既然收了钱 为什么不拦着他去那什么黑石洞 他的名书 可是香书记载最难测的洛挪命 他已经做了血子药了 真是 是谁啊 是谁啊 相信他们吧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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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看不见 这雾气起得蹊跷啊 石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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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雾也太浓了 喂 张兄弟 连我也打呀 对不起对不起 石头大哥 你刚才去哪了 武里有妖兽 被我料理了 这林子真是古怪 我们可得当心 你这法宝 看起来气度庄严 威力不凡啊 不愧是青云门的弟子 见多识广 我师父老人家 曾经和我说过 金刚门追根溯源 和正宗的佛门修真门派 天音寺有几分干系 天音寺 我这法宝 名为破煞 最厉害的一招 便是西土木之精华 灭魔煞力 看我给你露两手啊 搞ר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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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oe opera i get the music of the air 威力不凡 这哪里来的歌声啊 这是三千年的古景 在月圆之夜 以至诚之心观看 必能如愿 我看了三次 为什么他的病 依旧没有起色 古景 你就是三位妖狐 你们 可是来杀我的 张兄弟 我们速战速决 犹腻 快来受神 公子 可是从奴家的歌声中 听出了什么 古古人心 两位如此顾骨相逼 究竟是为何事 妖孽 破海人间 这两个小石阵人心惶惶 还不该死 小石阵人心惶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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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必公子也是舍不得过去 又牵挂将来之人 情深更善于我 在你心头也有个深深观念的女子吗 那就到景中看一眼吧 有言获壮 张兄弟 你要被他的魅力捕获 张兄弟 快醒醒 小梵 不能开 好厉害的狗犯 妖女还有帮手 报告 快住手 是误会 公子 你在景中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愿接受的事实 可有什么办法呢 命由天定 从不由人 妖孽 新日便是你的大幸 怎么是他们 你认识 是焚香谷的李徐师兄和烟红师姐 来得正好 现在我队医 看你怎么应付 这狐妖 与我焚香谷一件遗失的质保有关 就由我们去找他 你们留死 信后加音吧 张兄弟 我们要不要进去 走 走 那三位妖狐 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 师兄 这下该如何是好 相关老鬼重向我大哥 你将提到报仇 你将提到报仇 我只忽孽 不会 我不切去我焚香谷玄果神器 我还请提报仇 居然把你们印进来了 这黑石道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什么意思 应该是从这里进去了 你怎么还跟着 谁跟着了 初遥之事与你无关 别轻身犯险了 我想进就进 要你管 你 你不能跟我一起 奇怪了 我出我的妖 谁想跟你一起 现在明明是你们跟着我 你 张兄弟 多个人多把力 我一起 我打头阵 姑娘 打头阵还是让小僧来吧 没办法 求旧恨 今天一定要做个了结 一 五 三 不要去 妖孽 妖术娇龙 修生猖狂 余师兄 燕师姐 你们没事吧 多谢诸位舍命行救 既然你们几个认识 是吗 今日取你们性命 也不算往杀无辜了 大家小心 师兄 龙之中底下钻子来的 玄霍剑一定在下面 走 休想跑 妖孔 受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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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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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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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躲开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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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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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花的妖孽 跑这么快 不知小白怎样 也赶快小白不下去 你 你是来杀我的吗 是 你们这些妖孽危害世人 我是来为民除害 你们日夜侵扰小石镇居民 生人性命 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 你不要狡辩 就因为我们是妖 在你眼中 像我们这样的妖怪 一直都是维护人间 一定要铲除的 对 你 你们害人不起 我是替天行道 好一个替天行道 是不是只要不符合你们人族的利益 就是维护世间 就是罪该万事 你 人们贪图洞中一宝 静香来寻 惊动了洞内的一手 若不是你口中无恶不作的妖狐族旨 那轮得到你如今在这里狂服正义 你 你们这些妖魔邪道 因为他们是人 就一定是对的 我们是狐 就一定作恶多端 谣言祸重 你需要别说这么一番话来骗我 我中的神毒 你中的是心毒 都是毒入肺腑 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看我砸给你这畜生的嘴 吃我破试一诈 咬住啊 看不走 我躲 我躲 我再躲 你快去救张兄弟 这边我来 我躲 你 你 你 为什么不动手 我 非我祖类 起心彼翼 非我同类 起心可重 什么是人 什么是药 什么是诚 什么是习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想对大哥做什么 这位正道门下的小兄弟 还不认去我这条惨命 焚香谷的人杀进来了 三百年了 还是来了 我们快走 太迟了 大哥 我近千年的道行 被九寒凝冰死的冰毒所毁 但你不必枉死 大哥 我带你冲出去 你在三百年的道行 怎么对付得了他们 而我全身冰冷 汗入骨髓 已经是不成了 我不要 你有玄火剑载 他们未必当得住你 我就是不要 小妹 三百年来 我东奔西窜 整日整夜都过得暗无天使 既把焚香谷的人来追杀 又要日夜人受病毒共神 就算他们不来 我也不行了 为什么你要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 自从在湖西山遇见了你后 我们天涯海角 六合蛮谎 可是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今日我死也不要和你分开 死也不要 死也不要 小妹 小妹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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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晚上看着你 看着你煎熬 心里多么想替你受苦 我天天对着埋怨孤颈祈求 祈求能改变 大哥 自从你救过 这三百年是我活得最开心的日子 跟着你 我从未后悔 大哥多么希望你好好活着 希望可以带你回湖西山 充桃花 充桃花 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拆桃花 拆桃花 拆桃花高 充桃花酒 看落红飞过 叶子鸡 梁 晚安 伤长 来 来 又来 看起来 你 还要我一个人走 向穷毕落 下黄泉 大哥 我等你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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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听 大哥 你能不能再给我唱一次 你教我的那首歌 小松岗 月如霜 人如鸟絮花衣裳 谁输在三千年 但愿想别不相忘 我很高兴 这三百年里有你想办 少年了 听过了 轩火箭是无上质宝 但现在对我也毫无意义 这是我们无足用无数姓名换来的无上事物 送给你当纪念吧 不过你可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少年了 请送我们一场 像松岗 云如霜 人如飘逝 还一生 我 云如霜 三千年 难遇相别 不相望 碧莹 小凡 那两只狐狸 喂 两只狐狸在哪里 姑娘 张兄弟 你们没事吧 能与两位一起出鸭 按石头实在三胜有幸 石头大哥道很高深 我们也获一匪浅 过奖了 过奖 张师弟 虽然我们很快便又要分别 但我还有一个 狐妖所用的火炼法宝可有见到 那是我师门重宝 被那两只妖狐狐捅 他哥 被那两只妖狐所投 这是我们狐狐们用无数 sé門换来的无伤事物 等纪念吧 不过你可不让他人看见了 没有 师兄 法宝可能已掉入岩浆 与两个妖孽一起陪葬了 师妹 那我们就回谷复命吧 嗯 对了张师弟 最近魔教又蠢蠢欲动 桂门会和其他正道人士 正在东海刘波山相聚 你何不前往相会 多谢殷红师姐告知 小凡 你接下来要去哪儿 当然要先回小职站 告诉他们狐妖以除 也好让乡亲们高兴一下 咱们快回去吧 走 来追我呀 快点儿 你看你像个猴子一样 回来了 回来了 装士雏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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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韩忠悦也能过头大侠了 师父老人家一定高兴 这回也算是为师门争光 装士雏妖妖 雏妖出了吗 妖妖一出 乡亲们以后可以安心生活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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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也要担监手 不敢当不敢当 大家切记 以后不要擅自靠近黑石洞 做什么事都没有 先前 那是黑石洞的异兽在作怪 异兽 不是狐妖啊 仙女姐姐 异兽会更可怕 对 吓不吓人啊 一手都被困在林子里 只要大家别却拥了他们 天地不人 万物除狗 就容红楼 一 一 不过斗 真心说话了 算是败 谢谢你们啊 大哥哥 咱们又见面了 你要不要吃糖葫芦呀 走走走 谢谢你 咱们得 谢谢你 老先生 我能不能请教个问题 你先去我家吃饭吧 谁说要吃 没钱哪 我时间很宝贵的 哎呀 青云们弟子将来肯定有钱 咱们这是在做投资 好好好 你我也算有缘 今天我就当行善积德 下次有钱了 可得还哪 谢谢老先生 你要为什么呀 你好漂亮啊 老先生 妖也会有人性吗 是人总说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生而为妖 自然就是他们的原罪 那 妖也会讲情依吗 不过人有大奸大恶之土 妖又何尝不会有情深义重之辈 那正邪私杀又是为何 天道无亲 什么天道定数的 小白 你不要相信 我这回可是免费回答问题的 没收钱 没骗人 小白 我们走 爷爷 你说大哥哥在黑石洞中 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正邪之辩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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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怎么,吓到你了? 你别耍孩子脾气了 你别耍孩子脾气了 其实我刚才一个人的时候 想着若是我俩 就死在那底下都没出来 也挺好的 你别乱开玩笑 谁开玩笑 那是我心里话 别闹了 在你心里 圣交和正派之分 真就那么重要 我…… 你别闹了 告訴你 你儿子 你儿子 你让我…… 哦 我的天后 优寅 她那么在乎正习的身份 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优寅 走吧 宗主正在等我们 不要误了大事 什么 已经结完账了 我昨天半夜 那姑娘帮你们都结完账 和一个蒙面女子 连夜冒雨走了 已经走了吗 是啊 那么大的雨 难都拦不住 坐着就好 张兄弟 俺本来也想跟着我一起游泊山 但昨晚收到师父的消息 让俺回金刚门 那保重了 你也保重 张兄弟 你是不是舍不得碧妖姑娘 要是舍不得 你就去找她 她应该是和家人一起回去了 这样挺好的 真搞不懂你们 吃好了吗 赶紧收拾 我们有缘再见 够了吗 不够再点一个呀 东海流波山 入海七千里 没想到这么远 海鸥 太好了 附近可溜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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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 小子 掉下死灵渊那小子 竟然没死 人家路窄 走 丧了他 又是你的痴情种 小斑 冲我头 师姐 大师兄 六师兄 我就知道你小子 不会有事 来得正好 一个也别放过 张宇 看招 不知天高低厚的小丫头 走不进去 我的刘亚发宝 在那边 师姐 没事 又一个师姐 真是个多情种 老大 几个小辈都打不过 我们练血 他还要不要混了 生日子 都知不知道 都知不知道 他 在伤力 词 他 他 啊 天后 不忘 老大 老大 不好对付 今天我要让他不当深之地 去 走吧 走 走 走 永不易 走 走 小凡 师姐 我没事 师父 娘 小凡回来了 师娘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老千 没事 真是太好了 差点没命回来 有啥好高兴的 小凡 静语 你怎么能就这么失踪了呢 我 我 小凡 我 我 我 以为 再将到命了 放心 我不会先死的 回来就好 我们以后 还要一起找到魔杖 对 我们要一起报仇 接下来 我也要更努力修行 可我们输给你了 你没受伤吧 齐师兄 你出去以后 我一直担心 生怕你出什么事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就好 我就放心了 你师姐和齐师兄 已经听清了 在这里 有些人 还是有什么事 还能去远回来 就是 这次 不 有 消费 就 什么 人 你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 你怎么了 让开 小师弟 让开 小师弟 小师弟 师父 弟子竟然对大师兄动手 您惩罚我吧 师父 小师弟他没有不敬的意思 他只是 出口 小白 你到底怎么了 师姐 我 我 我这是怎么了 我疯了 你要干什么 师弟 这是他们大中风的内部加持 快跟我走 我若一走 小凡不知道要被折磨到什么地步 我若不站在他这一边 这世上 再也无人站在他这一边了 轻语 是我不对 你先随齐师兄回去吧 林师弟 你再这样反而会害了张师弟 师父 这谁啊 想不到我这些年轻 交出一个忤逆之徒 你在这好好想想吧 林儿 走吧 小凡 林师弟 别看了 师父让你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怕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会在这里陪你的 你救我护我 不惜自己的身边 我便一般对你了 你心中苦楚 天知我知 我不能分担你的痛楚 便与你一道承担 总希望你一日 你能与心中爱你 花花细细在一起 小小子 你这又是在修炼什么功法吗 碧瑶 你怎么在这 许你语中练功 就不许我语中偷看 小气鬼 你 你怎么可以来这里 这里是正牌主地 被抓到你就完了 你这是在关心我了 不过你就是正道的 正邪不两立 你怎么不喊人赵啊 我 还算你有几分良心 我 我什么我啊 结结巴巴 除了你就是我 半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 小小子 你知道吗 你总是把一体一纳 分得过分清楚 其实你这又何苦 我也猜到你平日一定是个杨孙楚游的大小姐 何必为了我一个小小青年弟子 望着写受这苦 不是的 我没受苦 你不知道 这世上真正的苦 都在人心 小凡 我们走 碧瑶 冥王胜了 弟子求你们发发慈悲 为张小凡度过眼前难关 他一直坚守自己的正义之道 从无害人之心 让他别再受世门的冤枉 碧瑶 你不要这样 我可以忘记曾经难过的所有往事 可以解开所有心结 为什么你就是执迷不悟 他们就是要冤枉你 并非我执迷不悟 我犯错 理应受罚 傻子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师父 老七 你淋了一个晚上的雨 身子没问题吧 弟子最有应得 没关系的 当日我收你入门时 岂是并未看好你的资质 你能有今日成就 实在出乎我意料 你昨日 你昨日可是看到灵儿和齐浩的亲密举动 所以心生不满 你年纪正当少年 又不是天音寺那些老和尚 加上自小与灵儿一起长大 有些喜欢他 又有什么奇怪了 你当你师父这些年是白活的吗 连这一点都想不清楚 但老七啊 灵儿看来是真心喜欢那个旗号 至于你嘛 怕他只是拿你当弟弟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师父 以前的事 就让他过去算了 那我们回去吧 为师还有要事要你去办 是 师父 这都想了几次了 别说魔教东西 因为鬼影都没见着 真见了鬼 你不得吓得尿裤子呀 小凡 还记得我们当初抓小灰的时候吗 记得 怎么 我们走 跟上去 贴近地面 更容易发现魔教踪迹 师姐 怎么过去这么久 还可那时候不大了 不是不是 有山洞 走 我们去看看 要是没有发现的话 我们就回去吧 师姐 我看这洞穴不似有人居住 而且又是暗洞湾区 定是师父让我们寻找的魔教据点 我看这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看这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魔教只会功能学序 来 上来 我们观察一下 鬼王宗说的三千年一遇的奇兽魁牛 怎么许多天过去了 连牛毛都没看到 反而招来了正道中那些讨人厌的家伙 你们鬼王宗究竟要如何收场啊 哼 听说在这刘伯山上 青云门的七大手作都已来了两个 我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鬼王宗至今没有半句解释 一天到晚让我们下谋 不会是鬼王宗要借正道之手 趁其储物去我们吧 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再看看情况 碧瑶小姐 鬼牛何时现实 还请鬼王出来 给大家一个说法 对啊对啊 让鬼王出来给我们个说法 就是 让鬼王给我们个说法 就是 让鬼王给个说法 快出来 对 让他出来 快用鬼王给个说法 快出来 诸位 我父亲与诸位一样 都是圣教弟子 鬼王宗作然势力再大 但此等悖逆教育之事 既不敢为 也不耻为 那就让鬼王出来 亲自告诉我们 对 给鬼王把 对 让他亲什么话就不说 对 让鬼王出来 让鬼王出来 小周 既然鬼王不在 也别为难碧瑶小姐 快出来 若咱们自乱了阵脚 岂非白白让青云门 捡的皮 快出来 废必 今时非同往日 只要圣教弟子齐亲 能所向披靡 我说百毒子 你可是真糊涂呀 这长生堂和和欢派 至今没见几个人影 真要打起来 你们万毒门 可是赔本买卖 没错 之后青云门再来个逐个击破 天下从此太平了 哎呦呦 再吵下去 就只等那些正道中人杀进来 碰中抓鞭了 逼我看呀 与其千里大良棚 不如现在 趁早算 谁心中都有敢撑 喂 就说这么多 洞口就在那 大家自便 你究竟是何人 敢来挑玻璃剑 我只是圣教无名小卒 碧瑶小姐是想诬陷我吗 无名小卒 我看你是包藏祸仙 看你身手的 根本不是圣教中人 难道他真是天气 说 你是谁 为何混入我圣教为下 碧瑶小姐聪明伶俐 怎么看不出吗 太极玄千道 你竟然是清云门派来的间隙 射箭 刚刚他用的 好像是七星剑 就是七星剑 他一定是我们清云门侠 我们快去救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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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女受死 不要 天师妹 张师弟 你们不是她的对手 你怎么知道我们二人的名字 我是金蕴门霄一才 这何欢灵乃是金明夫人遗孝的神器 刀痕不够使用极易凡事 小瑶日后不可轻用 是 爹 她就是贵王 小兄弟好久不见 小凡 是你 你是查她的那个 小凡 你认识她 当日在空方山下一笔 这些日子可好啊 画明万人往前进我 究竟是何居心 小师兄 张师弟 天师妹 此人是魔者四大动物之一 不可立敌 我来偷住她 你们快走 好道哈 想不到青云门除了张小凡之外 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妖魔外道 别以为你道行高 我可不怕你 师姐 原来这就是你那位田领二师姐 不知本事比口气能硬几分 妖女 你脾气不行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手 让我 师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年轻人 何必大动干戈 要大便大 不要心情作态 张小兄 当日在死灵渊下 你和姚二也算是患难见真情 更是开解姚二 化解了我们这妇女十几年的心结 今日就看在你的面上 放过他们 但是如此一来 你回去必会受门内责难 何不入我圣教 我必器重于你 而你 也可与姚二双宿双七 住口 我就算死 也不会入你魔教 小凡 说得好 罢了 来日方长 你慢慢考虑吧 我们先车 一切综上自己 魔教四分五裂已久 却因魁牛一事 再度集结在这刘伯山 此事定然非同小可 望两位师叔 早早决断 既然眼下已探得魔苦所在 我们必定要掌握先机 尽快一窝端了那魔教妖众 猎部魁牛一遇何为 尚难知晓 兴帅决定 恐怕打草惊蛇呀 田师弟不会怕了吧 我大竹风什么时候临阵退缩过 既如此 我们便尽快回去整顿人员 明日一早便由消失之带路 去剿灭魔教 阻止他们得到魁牛 是 二位天音寺同道 可有其他想法 天音寺愿与青云门一同进退 开启战断事关重大 最好先遣人禀报掌门师兄 一个魁牛就让你如此谨慎 哪来半点宗室气的 天师叔 迅年苏如师叔让我找的大背珍珠 异才刚好找到一颗 您要看看吗 你不说我倒忘了 还好消失之有心 此刻无人 但说无妨 张师弟此番下山历练 诛杀妖孽 功不可梦 可他不知为何 竟与鬼王妇女相识 有此事 而且张师弟对鬼王之女必要 亦非一招一袭 如今镇抹交战 大敌当前 谁怕他 我去找他问个清楚 天师叔 若是张师弟并无犯什么大错 您私下教会一番 也就失了 最要紧的 此事 先容了苍松师叔指向 小师之有心了 不枉掌门师兄 如此这般看重你 天师叔够想了 你的好意 我打住封一脉会记住的 一才只是说小凡和鬼王妇女认识 也不能证明小凡就入了魔教 这话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说我这几个徒弟 从老大到老六 就没一个会让我这么烦的 不过老大到老六 也没一个像他这样 在七脉大事上给你露脸啊 那也叫露脸嘛 被人用雷劈得像块烧焦的石头一样 其实我觉得小凡的为人处事 倒和你当年很像 我可不像他那么笨 你呀 当年不也才进四强 若是被小凡知道 他这个一向看不惯他的师父 其实对他抱以厚望 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就他那个笨瓜样子 还让我对他抱以厚望 别做梦了 你呀 就是死要面子 等会小凡来了 别又是那副凶样 吓得他有话也说不出 也不知怎的 但我有时看见他 就是一股气 是谁 杀我的徒弟蒋老三 小财子 想问你 就让你给他赔赚 谁是蒋老三 红灰对灵 有心之术 忽不住我 小财子 把他们捆的命来 小财子 有两把刷子 这小子 好猪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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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古怪在这儿 天下 竟有这一般奇珍 小子 打命来吧 有你 这是老妖 你是成名数百年的人物 居然用这般残烈手段 对付一个小辈 他杀了我徒弟 杀得好 比我想象的有出息 居然还懂得为民除害 好 好 我们百年前落井下石 追杀于我 今夜 正好让我再会一会 你的耻炎剑 老妖 是有出小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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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天煞圆圆 妖我同名 魂昼素质 乃继苍灵 冤陷三魂 明章报应 流散七魄 可屈雷鸣 乃继世区 以逆全行 不宜 此处有些古怪 小心未明 小心 快 先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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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爷爷特意给你们准备的 好好受着吧 快点躲进来 言不易 既然你们自己追来 你 你 你 就别想走了 原来你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个都出事了 想留下我们 就看你们的本事 小猴 赵少凡 为了必要 离开这里 小人休想 妖人 受死 随我上 没有 离开 必须 不 不 对 果然是绝世没人 战龙剑 你 你怎么会有这把战龙剑 小子 这剑里有的有些无忧 这毛本沙脸就赶了沙 三个红丽当头 参聪老狗 下一个就轮到你 就凭你 再给你加点料 当年你留给我的剑伤 今天要你用命来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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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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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太阳已先灾恶之兆 放棋 等你们几个 先去查看清楚 师父 快去 是不是你要在这儿顶着 是 要人受有台幅 我们冲过去 我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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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混龙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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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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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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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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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言不断 那就让我看看你几斤几两 炎氏 放开我 炎氏 回来 炎氏 回来 炎氏 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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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小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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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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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天煙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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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 小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 小晓晓晓晓晓 小晓晓 大师兄 小晓晓晓晓晓 小晓晓晓 小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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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坐吧 你坐在地上干什么 扶这里的 碧莹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是啊 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我的事 你都知道吧 是啊 你娘 还有你爹的事 你娘死后 我爹忙于上教大事 很少管我 其他人看我爹的脸面 从来都对我趋意奉承 直到遇见你以后 才知道 他也关心我 碧莹 滴血动那段日子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原来在黑暗里 就算快死的时候 我也可以找到个人依靠的 从小到大 不知道有多少人讨好我 送了多少奇珍异宝 可是 就算全天下的珍宝 都放在我的眼前 也比不上 你为我擦拭竹子的这只袖子 还能抢 还能抢 应该是 吃 吃 你 吃 我明明知道世界喜欢的是七毫师兄 可看到闺女要伤她 我还是立即就冲了上去 如果我有危险 你也会这样来救我吗 我 会吧 如果是你有危险 就算拿我的命举还 我也心甘情愿 小凡 你 你跟我走吧 只要我们在一起去哪里都行 我知道你不愿意入我们圣教 与师门为敌 我们就不入 好不好 碧莹 我 这里 这里是我的家 那你要在这里等死吗 我从小没了爹娘 是师父师娘把我抚养成大 我不能背起他们 碧莹 不早了 你还是快些回去吧 我们有缘的话 再相见 小凡 当初那个满月谷警令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下次见面 我一定告诉你 好 你要记得 好 还不到祭殿的日子 三番四次的来这里 就不怕被旁人看出些什么 玉清殿不如你这里清静 想图清静 这里倒不怕多个灑灑道士 我悔的是 当日不该对那弟子妇人之人 留作今日遗憾 哈哈哈 若行事不顾对错 只中教条 恐怕妇人之人 都要好过那些虚伪大道 用你教我道理 不敢 但你若是真的后悔 也不会来此吧 哼 关好门外面风大 若被那外面的风 灭了这门里的火 屋子可就不那么凉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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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之子 明王圣母 神兮旷我 神兮佑我 爹已经把宗里的主要战力 都暗中调到了青云山附近 这三位门主一来 那我们四大 不 根本就是圣教的实力 完全集中在这里了 不错 这么说来 爹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救救小凡了 碧瑶 你别多想了 你是宗主唯一的女儿 她不会骗你的 至于这一次 我们圣教诸派舍弃前见 也是你爹极力主张 趁着青云不备 攻她个措手不及 这一战 若是成功 爹在圣教中 神旺自然高涨 就算败了 他也有个为前辈学耻的好名声 可是 可是这些我都不想管 我只想让赵小凡好好的 如今我们四位门主都已在此 鬼王老兄可是还有顾虑 为圣教自当全力以赴 一样子老弟何必作严 此次举世 我们已在明王圣母座前立了重事 要一学当年圣殿之耻 还望诸位抛弃前贤 同心协力才是 百年前圣教遭恶 青云无子杀进我教圣殿 误辱圣相 此仇不共戴天 如今天将盛起 心灵感召 此次攻打青云山乃天命所示 不等只有顺天命 才能重振我教雄尾 青云灭 此圣教室 青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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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教室 地下 《十月灭 圣教室》 《十月灭 圣教室》 《十月灭 圣教室》 祭刚法度 为智之本 法不容情 为业之稷 凡不遵师掌教会 清慢掌佑李树长 逐出师门 凡泄露本门功法及修习别门功法者 废弓断尽 终身囚禁 凡勾结魔教谋判清云者 斩 凡谋逆网上有待先告者 斩 凡谋杀同门及师者造议者 斩 凡事杀无辜生灵入魔者 斩 波弥陀佛 仓宿师叔命我等 到大殿住手 清云们很久没有此等阵仗了 鬼啊 鬼啊 饿鬼啊 饿鬼 王暗叔 你怎么在这儿 天师叔 人都到齐了 快些记住 王暗叔 鬼啊 鬼啊 我们进去吧 请 这也难得了我吗 鬼啊 鬼啊 鬼王勿忧 已有故人将这破解屏障的秘法授予我了 故人 我知何时有幸见见老前辈这位酷人 尿才 当年青云回我圣教修罗塔 近日定要一血前耻 挡平青云 我认为你 还不跪下 张晓凡 弟子在 你来我青鸣门已有些岁月 门归可熟记于心 弟子熟记于心 东海刘波山 亦与魁牛交手之时 所用功法乃是天鹰寺的大范薄如 你可知道 弟子 知道 阿弥陀佛 你可知 青鸣门归历来严禁弟子修行别门功法 弟子知道 修行别门功法 门归不容 这大范薄惹 乃是天鹰寺独门功法 从不外传 你从何学来 从何学来 我死也不说 死也不说 死也不说 弟子不能说 偷学别门功法 此事早已不是你天鹰寺一家的麻烦 小凡不仅偷学别门功法 想不到正道领袖清云 竟然会将魔教妖人妖物收入门中 你 血口喷人 我不是魔教妖人 还敢狡辩 哪怕烧火棍是兄弟之物 我拿着他行政道 斩妖出魔 问心无愧 你和鬼王之女的关系 怕是说不清吧 其便认识又如何 到其他 绝不会背叛师门 嗯 我的确与碧瑶认识 他在滴血洞中救我助我 师门不是教我要知恩图报吗 哼 看来你自己也承认了 但我没有勾结魔教 正邪不两立 你既被魔教妖女迷了心智 还敢狡辩 道选掌门 还请清云门 给天下正道一个交代 清云门是正道领袖 什么时候欠过天下交代 上官道兄 不要忘了这里是清云门 处理的也是清云门内之事 掌门师兄想必已经有了决定 不知要如何严惩这奸逆之徒 当年你的眼里 可容不得万里沙子 苍松师弟 莫非 你要来帮我做决定 不敢 只是清云千年生育 可都系在掌门师兄你身上 虽然 List 忍不得了 超绍的 你mm 为了捍卫青云生育 更为不负正道人心 我道玄 不得不行雷霆手段 你可有一言 张门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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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奇 小竹风弟子陆雪奇 有话要说 你说 张门师兄 诸位师兄 师叔 我与张小凡张师弟并无身交 但在万福古窟及刘伯山 剿灭魔教之时 亲眼看到张师弟和魔教余孽殊死搏斗 张门师兄 无论张师弟犯了什么错 恳请张门师兄仔细查问 但他绝不是魔教的奸细 弟子陆雪奇 愿以性命担保 静云 陆师兄 弟子林静云 也愿以性命为张小凡担保 弟子从小与张小凡一起长大 他绝不会和魔教勾结 请展门师兄三思 弟子也愿意性命 以性命为张大弟担保 都反了你们 早就听说青云门规矩大 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寻常啊 大师兄 今起屏障被破 怀疑是魔教 有人闯进了通天风 战门 正起屏障被破 有人来犯 好 掌门有急事 急待处理 诸位师叔 让他们先起来吧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都起来吧 要认识的 有没有大麻烦了 我们尸单力薄 围出去 寻求救人 追 你让他们跑了 还起码队 我随后就来 走 普洪大师 上官师兄 我门下弟子无礼 让两位师兄见笑了 道玄师兄哪里话 方才 因后山有件小事 许我处理 让大师 和上官师兄九代 实在惭愧 真人 这些小事物须再提 张小凡到底如何处置 快做定夺吧 张小凡 当年我看你身世可怜 将你收留 不料你暗通魔教 毁我清云 究竟魔教许你什么好处 让你做出如此忘恩负义的恶事 我 我没有 今日若不做出决断 我如何向同门交代 如何向祖师交代 掌门师兄 掌门师兄 不是我 好习惯不动 好习惯不动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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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萱 我总算等到今天了 新账旧账 我要跟你一起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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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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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一条给食就咬尾巴的狗 有什么区别 道玄 我要让你血债邪尘 今日不仅要杀了你为万师兄报仇 更要你亲眼看着青云门毁灭 行不动 当年这公案你竟还记过 那就让你试试 我究竟配不配做掌门 我配 你也配 是 当年青云门向来以万师兄和你为绝带双脚 我的确不是你对手 但自有人会收拾你 魔教妖人 孤身来了 你竟敢勾结魔教 不错 我就是勾结魔教 就算深入地狱 也不在乎 疯了 他真的疯了 是他 屠杀草良村的 一定是他 你 天师弟 直到如今 我只能违背祖师界里去请出诸仙古剑 师兄 不看你们怎么想我 一切小心 上师弟 天云师弟 水月师妹 你们随曾师弟 死酒欲请殿 好 方回方弟子 随我御敌 那门师兄 我等也前去协助同道 好 我去保护道权掌门 休要逃 休要逃 休东 休要执迷不悟 我再拦我 别怪我不客气 小凡 随大家去后山 保护掌门 是 藏宋 不要一意攻刑 找不到你来叫上我 上官多数 前面我叫埋伏 快 快去 快坐下 你 你不是 你 盗权掌门 这么急匆匆的 要去哪儿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当然是来护送你的 别追 你是长生堂注意 看来你还不是 那么有眼无数 自出两条路分别通往我们清明门圣地 换月洞府和祖师祠堂 你俩务必守住 掌门放心 您快走 这里交给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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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死的是你们 守卫星云 有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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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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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师姐 你要干什么 你 轻语 小凡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此处魔教一出 小凡 陆师姐 我们赶紧回御清点支援吧 我们走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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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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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樊香谷的上官册竟是魔教甲般 偷袭于我 伤不到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七 老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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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因死生命 我逆心将秘密坚守多年 非但造下使人疯癫的恶业 还让小凡施主 承受怨曲 劳纳 有愧 当年 屠害草苗村全村村民的凶手 的确是 天因死的人 什么 我等计在冥王圣母面前起誓 血系清云 怎乃有灵阵逃脱 功亏一亏 世间诸事 福祸相义 何必如此丧气 没错 四宗实力尚在 总有再战清云的机会 苍松 你要做何解释 我是说过道玄不可能使出诸仙剑 你 难道你是故意欺瞒我的 今日若不说清楚 我要你血迹冥王圣武 清云点击记载 诸仙剑阵发动之时 整座清云山脉 皆被剑气包围 威力全胜之气将会形成巨大剑气 横跟苍穹 无人能当 刚才那诸仙剑阵 还为剑气三分力 我听说 发动诸仙剑 必须到达太极 玄清道太极境界 不错 诸仙剑乃是九天神兵 若是修为不够强行发动 必将反噬自身 神智大乱 为心魔祖空 那 此时道玄纵然不死 也去了半条性命 当主 碧瑶不见了 什么 当时在玉清殿上 碧瑶说要去找你 从上身后 我就没有见过他 难道 他还在青云山 要而是我至亲骨肉 我绝不能弃之不顾 我这就上青云山 宗主 这万万不可 诸位 我们共募明王圣母恩义 即为异性同胞 当年青云袭扰圣帝 误我圣下 毁我宗门 此恨由是杀父如母 如今正是青云们千年来最脆弱的时刻 我们若不趁此除去这心头大欢 更待何时 但现在 道玄妄动诸仙 一生垂死之身 我们若折返杀回 抵达他们个措手不及 一股作气灭了青云 到那时 荒荒天帝 为圣教独尊 朝朝八荒 已经哪儿等纵横 为圣教育 你可还记得草庙村被图前 我师弟蒲治 曾上青云山求见于你 我记得那日 蒲治大师约见于我 请与我提出佛道共修 自青云开派以来 修法自成一脉 绝不外传 纵然我身为掌门 也无法善做决定 因此只能晚夜谢绝 蒲治师弟提出佛道共修 想以此参透长生之谜 看破天地智道 道玄真人见谅 可师弟并不知 这却是一切灾祸的开始 那日他下山之后 阴影中感到被人跟踪 你们这帮家伙 我要你们好看 人都倒了 还不认输 电影好厉害 不想师弟精神再三 还是没有躲过黑衣人的暗算 师弟使得一向我 才不是师兄 阻碍 如此看来 那黑衣人除了苍松 还能是谁 是苍松也好 不是也罢 总归师弟心中佛道共修的宏愿碰壁 但却意外遇见张晓凡 临京与这两个孩子 师弟见他俩 他心术清云门 将来大有入门机会 因此 师弟异想天开 大着胆子 将大范般若传与张晓凡 如此 他的心愿 也算能了解了 也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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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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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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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